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又美味的韭菜鸡蛋饼 非常的简单 将韭菜先切碎 放入盆中 你要干嘛你,你要干嘛 克入两颗鸡蛋 你看你一烙,妈妈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加入一大勺面粉 然后来调味,给它加入一点点食盐 然后加入一点酱油 胡椒粉 将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面粉多放一点少放一点都能做出来的 多一点做出来它就会厚一点 你放少一点的话做出来它的菜会多一点 吃起来就没那么扛饿 但是要营养一点 我们现在开始来煎 平底锅里面放适量的油 将面糊倒入 摊平 可以给它撒上一点芝麻 盖上盖子,将它煎熟 两面煎黄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翻过来看一下 好,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将它装盘 我们再来做一个甜味的 刻入一颗鸡蛋 加入适量的牛奶或者说是豆奶 加入一点点糖 搅拌均匀 放入一小勺面粉 再朝一个方向搅拌 将它搅拌至没有干面粉颗粒 然后我们来准备一根香蕉 将香蕉切成片 将面糊倒入 这个面糊我调的有一点稀 如果说你要吃干一点的话 你就再多放一点面粉 这个随意的调节都可以 这个可以随意掌控的 然后将这个香蕉放入 给它放上一点芝麻 盖上盖子 小火慢煎 好 将它煎熟就可以了 就直接起锅就可以了 做这个饼子特别的简单 煎这个饼子我是用的不粘锅 如果你的锅是粘的话 一定要刷油 在和面的时候也可以放一点油 你看 我现在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这个韭菜味的如果盐不够的话 可以蘸一点这个酱汁 我做了一点辣椒酱来吃 真的是简单又好吃 这个本来我是给西西做的 它碎了 我先帮它尝一下好不好吃 从口感上来说 这一款要好吃很多 因为这一款它面粉放的少 就是很软 这一款面粉放的多 做出来它就有一点韧 就没有了 口感就没有那么软 这一款是强烈的推荐 就是这一款呢 自己去调节 想吃咸味的这一款也是不错的 做这一款需要注意的就是 调面粉水的时候 炒一个方向搅拌 多搅拌一会儿 不然的话它里面会有那个面粉颗粒 煎出来味道不好 而且会有白色的颗粒 看上去也不好看 就尽量的是多搅一会儿 有的时候我觉得面粉颗粒太多了 真的不好搅的时候 我就会将它放到料理机里面去搅 料理机里面搅一下就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转发小方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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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